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阿什纳是,突厥木杆克汗的女儿,少数民族头领的女儿嫁到了中原,从这上面,我们大抵能看出点婚姻以外的东西,而事实也确实如此,阿什纳是是政治联姻的桥梁,正是她的先线搭桥,自文庸才得以借助突厥的力量,统一了中原。 我们来聊一聊,北周五帝与文庸皇后阿什纳氏的一生。 突厥义军突起变强大当时北方的草原,原本是由柔然占据着统治地位,突厥也是被柔然踩在脚下,受尽了虚辱,也许是穷则变,变则通吧。 突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,居然奇迹般的,击垮了强大的草原顺利崛起,成了北方草原新的带头大哥,而大哥的领导者,正是阿什纳氏。 此时在南方的中原,北周和北齐都在蠢蠢欲动,试图捅中原,然而不管怎样,他们都无法忽略突厥的存在,谁都想把强大的突犯,拉拢到自己的阵营来对抗另一方。 当时的北齐因为几位昏庸无能,皇帝的折腾已经元气大伤,大势渐续,当然北周也着实好不到哪里去,18岁的自文雍,已经是自文护患的第三位皇帝了。 一方面宇文雍也关心着自己的身家性命,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宇文护费了,甚至性命不保,让他在这样的状态下去考虑统一中原大业,实在够呛。 所以如果能得到突厥的帮助,宇文雍身上的压力,就可以减少很多,所以他想出了和亲这样一种最简单,但也最行之有效的方法。 反!宇文雍向突厥请求和亲但是,事情并没有宇文雍想象的那般顺利。 宇文雍的老爹宇文太在位的时候,就曾向突厥提出和亲,突厥那边本来都已经答应了,后来不知道为啥又出尔反尔,宇文太没能等到突厥的公主,嫁过来就去世了,突厥的那位公主也逃过了一劫,要不然年纪轻轻就成了寡妇, 应该没有人喜欢这样的事发生吧?宇文雍坐上皇帝的宝座了,便轮到他去完成他父亲的夙愿,娶个突厥公主做老婆,从而借助突厥的力量一统中原。 既然是向人家求婚,宇文雍知道礼品和诚意的重要性,所以他三番五次地向突厥进贡,不停地强调北周与突厥联姻的好处。 木杆克汗虽然摇摆不定,他一直想通过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,让北周和北齐不断地给他好处,不过这次面对宇文雍的游说攻势,他也有点招架不住了,就答应将自己另一个十来岁的女儿,嫁给宇文雍。 这下自文雍开心了,而是一直在努力着,不懈地努力加上利益的驱使,终于再次让突厥答应了这件。 突厥二次毁婚保定五年,十年二十三岁的自文雍,派出了支豪华的迎亲队伍,去迎娶突厥公主,北周的准皇后。 不过事情还真没有那么顺利,北齐人再次挑拨了北周与突厥的关系,同时他们自己也试图与突厥联姻。 突厥也真够遭人鄙视的,居然又一次毁婚,同时答应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北齐的后主高伟。 这下轮道,北周的使臣着急了,尽管他们一旦恳求突厥遵守原来的约定,显然,对于一个不讲任何信用的人来说,这无疑是对牛弹琴。 公主没允许道,回去也无法复命,所以,他们就留在突厥,等待事情出现转机。 也许是天柱自闻庸吧,此时草原的天气,突然变得恶劣起来,大风加雷暴,时的长期居住在草原上的突厥人的居所,损失了大半。 这时,木杆克汗有些心虚了,他怀疑这是不是老天在惩罚他,毕竟,三次毁婚实在太不像话了。 天意难为,这次木杆克汗终于下定决心,把女儿嫁出去了,至此,和亲算是成功。 宇文雍迎娶突厥公主,这次迎娶的过程,前后持续了四年,要是在算上更早之前折腾的那几年,前前后后竟然持续了八年。 此时的宇文雍,已经二十七岁了,而突厥公主也十九岁了,在那个崇尚早婚的年代,这位公主已经算是一个大龄女子了,不过人家是公主,不仇嫁,而且成了中原的皇后。 不过我们可以想象,一桩完全为了政治利益而促成的婚姻,两人之间几乎毫无感情可言,加上木杆克汗千万百计,一而再再而三的刁难北周。 这换作平常人都无法接受,何况堂堂的一国之君宇文雍呢,所以宇文雍冷落皇后阿世纳氏,也在情理之中了。 当时,五弟特别宠爱的一个外甥女斗士,刚刚五六岁,五弟对皇后冷漠的态度,连她都看不下去了,就劝她的舅舅五弟说,四边未尽,突厥上墙,愿就一情抚慰,以苍生为念。 但须突厥之助,则江南,关东,不能为患矣。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现在中原还没统一呢,您需要借助突厥的力量去统一中原,所以您得对皇后好点啊。 这个小女还是谁呢,就是后来嫁给唐高祖帝恩,并生下李世宁兄弟的太母皇后。 自从这次谈话以后,五弟与文雍对皇后的态度改变了很多。 尽管她心里有一千个一万个不愿意,但谁让她要借助自己老丈人的力量去统中原呢? 九年的夫妻生活,阿什纳士并没有能够生下一儿女,三十六岁的自文雍去世的那年,阿什纳士刚刚二十八岁。 丈夫的去世对她来说,不知道是不是一种解脱,尽管丈夫成了一统中原的英雄,但这些对她来说,貌似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。 二十岁的自文在即位以后,尊阿什纳士为皇太后,不过宇文赞对阿什纳士的封号,从来没满意过,她不停地给这位突厥足过来的皇后更。 改尊号,从天元皇太后到天元上皇太后,后来宇文赞命凝乎了,三十岁的阿什纳士,成为了太皇太后,此时继位的宇文产仅八岁。 知识小拓展随后杨坚夺权,被招后宫的这些女人,逃脱不了被赶出皇宫的命运,不过杨坚给了这个前朝皇后一点面子,给了她一定的礼遇。 就在九岁的宇文产被毒死后,又过了一年多的时间,阿什纳士去世,十年三十一,杨坚将她藏人五帝孝陵,上世号为伍德皇后。